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不速之客》 副标题为《藏在家里的自然史》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家是我们私密的居所 也是非寝勿尽的地方 然而总有些不速之客 会不经同意就闯入我们的家 据统计这些不速之客 在1500到3000种之间 这其中既有我们一提起来 就咬牙切齿的苍蝇 蚊子 蟑螂 老鼠 也有你可能不太熟悉的 各类甲虫与飞蛾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 就会给你细数那些 经常闯入我们家里的动物们 它们为什么来 又是怎样闯进来的 对于这些闯入者 我们是要一概消灭还是放生呢 听完今天的解读 你就知道了 本书作者理查德琼斯 是英国皇家昆虫学会研究员 英国昆虫学会前主席 BBC野生动物频道专家 曾为卫豹等多家媒体 撰写有关昆虫 自然和环境方面的文章 并出版过多部著作 这本不速之客 共分为九章 从自然史的角度 介绍了不同的动物 是如何与我们的房屋结缘的 书后还附有这些 不速之客的图录 与详细介绍 下面我将分三个问题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都有哪些不速之客 闯入了我们的家 第二 这些不速之客 是怎么和我们的家结缘的 第三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这些不速之客 首先来讲讲 本书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家里 都有哪些不速之客 这些不速之客 论种类 可谓是五花八门 不过 由于我们的房子 一般密封性都还不错 能进来的多是一些小东西 这其中超过95% 都属于昆虫缸 昆虫缸就是我们常说的昆虫 它们都有六条腿 所以又被称为六族动物缸 全世界有100多万种昆虫 是种类最多的一种动物 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我们家里最常见的昆虫 分属五个木 分别是双翅木 磨翅木 网翅木 翘翅木 磷翅木 这五个木 记不住名字不要紧 它们所包含的昆虫 你一定都很熟悉 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它们 第一 来讲讲双翅木 顾名思义 双翅木的昆虫 都有一对翅膀 最常见的就是蚊子和苍蝇了 此蚊子为了满足体内卵巢的发育 要从血液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营养 所以它们会叮咬人 蚊子嗅觉发达 能够感受到人在呼吸时 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 因此即便是在黑暗中 它们也能穿过几道门缝和纱窗的破洞 找到熟睡的你 蚊子还喜欢叮咬 爱出汗 散发出体味的人 因为汗液中含有皮肤表面细菌 所分泌的化学物质 特别吸引蚊子 蚊子会盯人 众所周知 但你知道吗 有的苍蝇也会咬人 比如 蚀人流营 吞噬的蚀 肿瘤的瘤 这种苍蝇原产于非洲 它们喜欢把卵 产在人的衣服上 幼虫能够钻进皮肤下 靠吸取血液生活 在人的皮肤上 形成一个像肿瘤一样的农包 因此得名 好在 世人流营在我们的家里并不常见 我们生活中 最常见的苍蝇是家营 还有另外一种体型 更小一点的 称为小家营 这些苍蝇虽然不吸血 但进食方式很恶心 它们喜欢趴在食物上 边吐边吃边拉 这是因为苍蝇要进行体外消化 把消化液吐在食物上 来溶解食物 再进食 所以它们得先吐再吃 还有研究表明 苍蝇在进食时 每分钟平均要排便五到六次 不过呢 并不是所有的苍蝇都是害虫 食牙营就是一种异虫 这种苍蝇喜欢吃牙虫 因为长得像蜜蜂 又称为蜂牙营 它们可以像蜜蜂那样 为植物传粉 但尾部没有毒刺 不会折人 另外还有一种烙影 它们非常喜欢高脂肪 高蛋白的食物 奶酪就是它们的最爱 它们不仅会吃腐坏的奶酪 还会把卵铲在奶酪里 奶酪就会生蛆 而这样的奶酪 被一些人奉为美味 在意大利的萨丁岛 有些人就非常钟情于 一种叫意大利活躯奶酪的食物 认为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说完了双翅目昆虫 第二我们来说说 磨翅目昆虫 磨是薄膜的磨 它的代表性动物 是蜜蜂 马蜂和蚂蚁 从生物形态上讲 它们和蚊子苍蝇 最大的区别是 有两对翅膀 如果你房间里 摆有鲜花 或者有白糖 糕点等一些 甜食暴露在外 很可能会吸引蜜蜂的光临 另外一些野生的蜜蜂 会在房檐下住巢 蜜蜂的近亲马蜂 也喜欢光临人类的住宅 马蜂的学名叫狐蜂 又称为黄蜂 它们能在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住巢 比如窗框 门框上 以及墙角处 虽然它们平时也和蜜蜂一样 采食花蜜 是一种异虫 但它们又特别容易受到打扰 从而攻击人和动物 新西兰有一种马蜂 叫社会性狐蜂 能做出直径数米的巢穴 同时能容纳十万只狐蜂 共同生活 对人类来说相当危险 一旦被马蜂遮了 尤其是受到马蜂群的攻击 伤者一定要赶紧就医 马蜂的毒素 可引起人的肝肾等脏器的功能衰竭 如果马蜂遮到人的血管上 还可能威胁生命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 尤其危险 除了蜜蜂和马蜂 摩尺木还有一种昆虫 很喜欢登堂入室 那就是蚂蚁 大部分蚂蚁喜欢人类的食品贵 但有种叫黄蜂蚁的蚂蚁很特别 黄色的黄 疯狂的疯 它们更喜欢人类家中的电器设备 比如说电脑和显示器 它们会受到电磁场的吸引 咬视电线 造成短路和设备故障 给人们带来麻烦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 白蚁不是蚂蚁 它虽然长得像蚂蚁 但属于网赤木 鱼网的网 全世界有四千多种白蚁 在自然界中 白蚁可以分解森林中死去的树木 加速物质的再循环 是一种异种 可是白蚁一旦入侵人类的房屋 就有百害而无一亿了 它们会钻入房屋 木质结构的梁柱当中 把内部的木材吃空 往往人们发现它们的时候 房屋已经变成微房了 白蚁有一个近亲更招人烦 那就是蟑螂 它同样也是网赤木昆虫 蟑螂的学名叫斐莲 斐是上面一个非常的飞 下面一个虫子 莲是虫子边加一个连结的莲 人们厨房里常见的蟑螂 有东方斐莲 美洲大连 德国小连几种 其中个头最大的是美洲大连 体长可达五厘米 蟑螂之所以被称为 打不死的小强 是因为它们的生存能力特别强 蟑螂有非常强大的免疫系统 很难受到病菌的入侵 所以它们很喜欢躲在脏乱的环境中 蟑螂还有自我在生能力 就算是断手断脚了 自己也可以慢慢修复 甚至在没有头的情况下 也能存活一周的时间 杀虫剂也很难彻底消灭它们 蟑螂的幼虫能在卵鞘里孵化三到八周 这个卵鞘非常坚韧 杀虫剂很难侵入到内部 当几周后幼虫孵化成成虫 杀虫剂的毒性早已大大降低了 在厨房爬的黑色小虫 不一定就是蟑螂 还可能是各种甲虫 甲虫一般都属于翘翅木昆虫 刀翘的翘 如果你听到叫什么甲 什么肚 什么象 什么稻的小虫子 它们一般都属于甲虫 家里的米面等粮食 储存久了密封不严 就可能会生虫 这些米虫 面虫都属于甲虫 此外 甲虫中常见于家里的 还有面包甲 烟草甲 火腿皮肚 豆象 咖啡豆象等等 从名字就能知道 它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说完了翘翅木的甲虫 我们最后再来说林翅木 鱼鳞的鳞 代表昆虫是各种鹅子 比如喜欢吃各种粮食 古物的麦鹅和米鹅 家中衣柜里放久了的羊毛 丝绸和羽绒质地的衣服和被子 也会生衣额 衣服的衣 衣额一旦在衣柜里出现 会繁殖得很快 几天内就会把衣服被子 咬得千疮百孔 因此长时间不穿的衣服和被子 一定要经常拿到阳光下面亮晒 到这里我们讲了五类昆虫缸的虫子 包括双翅木 磨翅木 网翅翅木 和林翅木的昆虫 家中还有一些虫子 比如说蜘蛛和满虫 它们实际上都不属于昆虫 蜘蛛和满虫是近亲 属于猪行缸 区分昆虫缸和猪行缸动物 最简便的方法 是属它们的腿 昆虫一般有六条腿 而蜘蛛和满虫则是有八条腿 以上就是家里常见的 昆虫缸和猪行缸的各种虫子 如果你住在老房子里 还可能经常遭遇其他动物 比如爬行缸动物中的壁虎 蜥蜴 鸟缸中的燕子和麻雀 而令人们身物痛绝的老鼠以及蝙蝠 则属于哺乳缸动物 那么这些动物又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和人类的家结缘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本书的第二个问题 有些动物从人类住在洞穴的时候起 就与我们的住所结缘了 率先进来的都是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跳蚤 人类的近亲大猩猩黑猩猩是不会生跳蚤的 因为跳蚤的幼虫需要固定的生长场所 而猩猩没有固定的窝 通常猩猩们栖息在树枝达成的简易窝里 一个窝最多只用几天 而人类也是在有了固定的住所后才招来了跳蚤 跳蚤幼虫以人或动物的粪便 干血或者皮屑的微小颗粒为食 一旦孵化成虫就会迅速跳到动物或人身上吸血 但是在原始社会 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食物过着游荡的生活 它们的洞也经常好几个月也没有人 不过这也难不倒跳蚤 跳蚤的幼虫可以在泳里休眠长达数月 等人回来了 它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从泳中钻出 跳到人的身上 而狮子和人类结缘就更早了 它们在人类还是古猿的时候就存在了 在人类的祖先还没有穿上衣服之前 只有头狮和阴狮两种狮子 在大约七万年前 人类开始穿上衣服之后 狮子又进化出了新的种类 体狮 这是一种专门生活在衣服上的狮子 早期人类并不经常换衣服 身上的狮子数量多得惊人 一个人身上能有三万只体狮 很多人认为狮子偏爱那些卫生习惯不好的人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以头狮为例 它们更愿意待在更为洁净顺滑的头发上 如果你很爱干净 却和一个生狮子的邋遢人待在一起 反而可能更受狮子的青睐 大约在1.2万年前 人类开始进入农业社会 农耕文明让人类告别了到处游荡的生活 开始生活在村庄和城镇里 定居给人类带来了文明的巨大进步 但也开始引来更多的不速之客 比如说老鼠 苍蝇 蟑螂 它们来找两种吃的 第一种是我们存储的大量穀物 第二种是我们丢弃的生活垃圾 比如残羹冷制和腐肉 我们这里重点讲讲老鼠 在地质年代里 老鼠的化石非常罕见 最早的老鼠化石大约距今200万年 比人类化石年轻得多 早期的老鼠生活在草原上 主要以一些植物的种子为食 数量并不多 但人类农耕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 老鼠的一个分支 家鼠率先繁盛了起来 家鼠又叫小鼠 是体型较小的一种老鼠 只有7到10厘米长 他们在地中海沿岸迅速繁殖 这一地区也恰好是人类最早出现 农耕文明的地方 随着贸易运输的发展 家鼠很快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并向东到达东亚和东南亚 以及澳大利亚等地 如果说家鼠进入人类的房屋 只是投吃粮食 带来经济损失的话 那么黑鼠带来的却是梦魇 黑鼠又叫做大鼠 它们的体长通常是家鼠的两倍以上 全身黑色 善于攀爬 可以很轻易地爬上人类的屋顶 与家鼠相比 它们更喜欢吃腐坏的食物 以及各种垃圾 并且到处排便 因此一出现就成了疾病的罪魁祸首 从公元6世纪开始 人类多次疫病的流行 都是由黑鼠引起的 其中最严重的是黑死病 也就是鼠疫 在14世纪 鼠疫曾在欧洲夺取了2500万人的生命 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也不是所有的老鼠都招人烦 中世纪以来 欧洲人把一种老鼠 肥睡鼠当成宠物 肥睡鼠的体型像老鼠 却是老鼠的近亲 它们喜欢爬进人们房屋的阁楼 偶然之间被人们发现 当作宠物养在笼子和罐子里 好了 说完了喜欢偷吃我们食物和生活垃圾的老鼠 我们再来说说喜欢吃我们的房子 以及书籍的不速之客 比如白蚁 木肚虫和书肚虫 农业社会到来后 人们大量使用木头修建房屋 木头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木质素 对人来说并没有什么营养 却是一些虫子的美味大餐 这些虫子的肠道中含有一些特殊的酶 可以将纤维素转化为淀粉 从而为集体提供营养 吃木头的虫子 除了我们熟悉的白蚁之外 还有各种木肚虫 其中最著名的木肚虫叫暴死窃度 欲暴的暴 死亡的死 偷窃的窃 这是一种体长只有几毫米的甲虫 但它可以在木头里 钻出直径长达一厘米的柱洞 暴死窃度 可以在房屋的木头房梁 或者立柱里生活十几年的时间 在这些木头内部钻出迷宫一样纵横交错的洞 让房屋成为微房 为了找到异性交配 暴死窃度还会用自己的脑袋猛烈敲击坚硬的木头 在一幢木头结构的老房子里 一旦一只暴死窃度开始敲击木头 它的所有同伴也开始发出敲击声 让人听得毛骨悚然 以为是闹鬼了 也有人觉得它像死神的脚步 所以这种用头撞木头的虫子 得了暴死窃度这个名字 有些常到能消化纤维素的虫子 也会专门吃我们的书籍 比如说书渡虫 书渡虫和木渡虫一样擅长打洞 它们甚至可以柱穿厚度超过一米的一整排书籍 留下整齐的柱洞 并不是所有动物进入我们的房屋都是为了吃 有些动物进入我们的房屋是出于安全和舒适的需要 燕子 麻雀等鸟类会在阁楼 屋檐以及烟囱里筑巢 一方面 这些地方可以遮风挡雨 另一方面 老鹰等天敌一般也很少接近人类聚集的房屋 在集中供暖 空调出现之后 我们干燥而温暖的房屋也吸引了不少动物 其中一种叫做地窖琵琶甲 这是一种体长两厘米 形似琵琶的黑色甲虫 喜欢生活在非常干燥的环境中 于是一些家里地板下干燥的地窖就成了它们的最爱 它们并不偷吃人们厨房里的食物 仅依靠人们从地板缝里掉下的食物残渣就能维持生存 在一些铺有木板的老房子里非常常见 还有一种叫依鱼的小虫子进入我们的房间 则是为了火 依鱼 依附的依 又叫做银鱼 依鱼的成虫大概一厘米长 像鱼一样长着鳞片 尾部有鱼尾一样的分叉 因此得名 这种虫子起源于热带沙漠地区 在温暖国家 它们会进入人家 人们常常会在炉子 烤箱等周围发现它们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二个问题 不速之客是怎么和人类的房屋结缘的 狮子 跳蚤这些小东西 是原始社会人们建造房屋时就带来的 更多的不速之客则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后 才为了食物或者干燥 温暖 安全的环境 而进入了我们的家 面对家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该怎么样对待它们呢 是杀死 驱赶出室外 还是和它们共处一室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首先 一些不速之客 已经被明确定义为有害动物 对于它们 我们当然要赶尽杀绝 以苍蝇为例 家营的身上及消化道内 有一百多种细菌 病毒和病原体 一只家营身上最多可携带660万个细菌 多年来 数以百万计的人 因家营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伤寒 祸乱 肺结核 利己 小儿麻痹症 结膜炎等疾病主要都是由家营传播的 寄生虫的卵也可以由家营传播 当家营的成虫从粪堆的泳中爬出来时 就会把这些疾病的病原体 粘在身体和腿上 相比于苍蝇 有一类蚊子对人类的威胁更大 叫做暗蚊 按照的暗 研究表明 暗蚊是目前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 因为它能传播瘧疾等各种致命疾病 所以又叫做虐蚊 平均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人 死于暗蚊叮咬所传播的疾病 除了苍蝇蚊子 老鼠 蟑螂 跳蚤等等 也是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 我们也应予以剿灭 当然那些蚕食我们房屋 家具 书籍的白蚁 肚虫等等 也应该成为我们绞杀的对象 为了消除不速之客造成的危害 人们发明了许多化学药剂 包括喷雾剂 粉剂 熏蒸剂等等 以将这些不速之客赶尽杀绝 不过在作者看来 再低毒的药品也可能残留 所以他更推荐无毒又有效的物理方法 来消除不速之客的危害 首先是保持清洁 如果你在厨房发现了一些甲虫 最好的做法是 把它们污染的食物给清理掉 然后用抹布 刷子和吸尘器 好好做一次大扫除 因为虫子们往往是被暴露在外的食物残渣 吸引进厨房的 另外 吸尘器是对付害虫的好帮手 它能有效吸除家中的一些虫卵 近一百年来 吸尘器的广泛使用 让人家中有害的跳蚤 狮子 以及各类渡虫和飞蛾 都大量减少了 其次是做好物理隔离 结实的纱窗可以阻止各种飞虫进入 冰箱 保鲜膜 保险盒等 都能有效保护我们食物的清洁 最后是时常检查 我们的橱柜 衣柜都应该定期查看 我们的储物间更应该经常打开检查 避免一些虫子要视你长期不用的物品 而对于一些对我们无害的不速之客 人们也应消除对它们的误解 比如说蜘蛛 一些媒体常常报道蜘蛛咬人的新闻 再加上很多人对于张牙舞爪的猪形钢昆虫 有着天然的恐惧 使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恐猪 2013年 英国还曾经发生过全民对于蜘蛛的恐慌 事实上蜘蛛的危险性被夸大了 虽然所有的蜘蛛都能分泌毒液 但它们的嘴很小 嘴里的牙又很短 很难刺破人类皮肤的角质层 蜘蛛不但难以给人造成伤害 还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们 它们擅长捕捉苍蝇 蚊子 蟑螂等害虫 这些害虫都是我们的致命敌人 所以如果你在家中看到蜘蛛 大可以把它们放生 同样对人类无害的 还有进入我们家的油盐 油是虫子旁加一个理由的油 盐是虫子旁加一个盐长的盐 油盐在中国又被称为前串子 前足虫 它的外形和蜈蚣有些类似 但它的身体一般比蜈蚣短 腿要更长 蜈蚣确实能咬伤人 但油盐却完全不会 它们和蜘蛛一样也能捕捉害虫 我们再来讲讲 常飞在房屋周围的麻雀 它们也曾经被人们误解 麻雀分为两种 加麻雀和树麻雀 前者在人类房屋的屋檐下筑巢 后者则在房屋附近的树上筑巢 都和人类生活得很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 麻雀被认为会偷吃田里的庄稼 和苍蝇蚊子和老鼠一起被大量捕杀 但这一做法并没有让粮食增产 反而让田里的害虫大大增加了 作物减产 世界上麻雀是一种杂食动物 它们既会吃庄稼 也会大量捕食昆虫 尤其是林赤木的害虫 在数千年来 人与自然关系的博弈中 适量的麻雀早已经成为 维持农田生态平衡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作者看来 我们判定一种动物是否是有害动物 要考虑它们的种群密度 只要麻雀的种群密度 在一定的范围内 就是对人有益的动物 不过我们房屋里的动物有数千种 特别是有些小虫子 又长得特别像 你无法分辨 它们到底是什么虫子 是不是有害 该怎么办呢 你当然可以请教 你身边的昆虫专家和爱好者 或者咨询附近的博物馆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利用互联网 作者推荐了Ispot网站 网址是 IspotNature.org 它是由英国开放大学 建立的专业动植物网站 你只要通过简单的注册程序 将动物照片上传 就会有专家和爱好者 帮你鉴别是什么动物 以上我们讲完了 本书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 对待家中的不速之客 对于有严重危害的不速之客 我们当然要将它们杀灭 但我们也应消除 对一些无害的不速之客的误解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手段 鉴别这些不速之客都是什么 如果你想人道地处理掉一些虫子 也可以选择让它们安乐死 到这里 不速之客一书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讲完了 有些人不喜欢家中的不速之客 而有些人则非常喜欢小动物 喜欢在家中养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动物 2013年 有一位英国的植物学家 从国外买了一千只蟋蟀 并放生在了花园里 只是为了听它们夜晚的鸣叫声 这声音它本人听起来悦耳 但却惊动了英国警方 英国警方对它进行了处罚 并限期让它将这些蟋蟀 全部捕捉并消灭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喜欢在家中养一些珍奇的宠物 尤其是从国外购买的小动物 请不要轻易把它们放生室外 小昆虫也不行 因为这可能导致生物入侵 会威胁到本土动植物的安全 好 不速之客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